曹文轩曾说 我的空间里到处游躺着水 草房子以及我的其他作品 皆因水而生 这个视频我们要讲的就是睡一样的草房子 故事发生在香苏北部的水乡 书中命名为油麻地的一个地方 翻开小说的前几页 你就能感觉到那迎面而来的水气 因为整部小说都浸透在如水一般优雅的文字中 下雨天 当光着头的秃鹤走在河边那片竹林里 多么普通的场景 但在曹文轩的笔下却又如电影画面一般 雨沙沙沙打在竹叶上 然后从缝隙中滴落到他的秃头上 他用手摸了摸头 一脸沮丧的朝河上望着 水面上两三只羽毛丰满的鸭子 在雨中游着 一副很快乐的样子 曹文轩眼中的水箱 不仅在雨天 甚至在潇洒的冬天 都有一种别样的柔情 雪白的月光均匀地拨洒下来 照着泛着寒波的水面 旧间雾气鸟鸟飘动 让人感到寂寞而神秘 而在这样一个湿意水箱中生长的人们 也被曹文轩刻画出如水般纯净的人性 比如小说第一个初上的人物突鹤 由于小小年纪就突了顶 但他总免不了受到同学们的嘲笑 听说生姜可以生发 他就使劲把头皮涂得通红 没想到这样一来 又被同学们嫌弃他身上的那股僵瓦 带顶帽子去上学吧 又被调皮的同学把帽子摘下来 挂到旗杆上去 一番痛哭后 突鹤决定报复学校 在全区的会操比赛中 游马蒂小学的队伍原本非常整齐 可就在尾声时 突鹤故意将帽子一扔 露出自己的大秃头 引得悬赏哄堂大笑 比赛结果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后突鹤更是成了大家嫌弃的对象 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学校的文艺慧眼需要一个秃子角色 而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时 最后竟是突鹤挺上而出 还在白天夜里反反复复练习 当他在场上潇洒地将帽子一甩 念书不将大途瓢 走马过途桥 的流利台词时 同学们终于忘记过去 给了他雷鸣般的掌声 比赛结束后 当大家找到了河边的突鹤 他在啜泣 举的同学也哭了 这一刻 月光下泪光中的他们 拥有着多么纯净的心灵 此外 正部小说也没有刻意去营造激烈冲突 而是在柔水一般的和缓中推进剧情 小说最后一章 主人公桑桑得了看起来很严重的怪病 文佑菊老师想要安慰他 就给桑桑讲了自己的故事 叙述得那么平静柔和 十二岁那年 我生病了 非常非常严重的病 医生说 我只能再活半年 那天傍晚 我独自一人走到大堤上去 坐在一棵树下 放着正一寸一寸的落下去的太阳 我没有哭 但我能感觉到我的手与脚都是冰凉的 奶奶拄着拐棍来了 她没有喊我回家 而是在我身边坐下了 天黑了下来 四桌的一线都渐渐地被黑暗吞没了 风越吹越大 我浑身多数起来 当我抬头去往奶奶时 她也正在放我 连关于死亡的剧情 都被曹文轩描述到如此温和 这就是水一般柔美的草房子 下个视频要介绍的沈时鑫 她的风格可不柔美 而是一种壮美 去想金币了